去年冬天,我女儿在一场严重的暴风雨中开车,有一次惊险的经验。 这让我想起许多年前,我和两个儿子也有过一次类似的经验。 我的小儿子Joy,当时只有三岁,另外一个儿子赖瑞六岁。 那年六月,我们从旧金山开车到犹他,一路上天气都很晴朗。 我们在内华达山脉开始向唐纳爱口爬升的时候,突然,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遇上了一场大风雪,让路上所有的司机都措手不及。 在我们面前的一台连接车,变成V字形,横跨在两个线道上,其他的货车和汽车也划出了高速公路。 有一条线道是开放的,包括我们的车子在内的许多车子,都拼命地想稳住方向盘,以免撞上其他车辆。 最后,所有的车辆都停了下来。 我们对这场六月份的暴风雪毫无准备,我们没有保暖的衣服,汽油也所剩不多。 我抱紧两个儿子,互相取暖。 过了好几个小时,维安车辆、残雪车和脱吊车,开始疏散这些阻塞成一团的车辆。 终于有一辆拖吊车,把我们拖到爱口的另一边的一家修车厂。 我给太太打了个电话,我知道她一定很担心,因为她从前一天晚上就在等电话了。 她问我是否可以和两个儿子说话。 轮到三岁的儿子讲电话时,她用赞赌的声音说,她说,希望您知道,我们经历了千辛万苦。 我看得出来,就在我那个三岁大的儿子跟她妈妈说,她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同时,她也得到了安慰。 我们在天父面前做祈祷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们知道,她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关心我们。 我所提到的这次意外,虽然在旅途上带来不便,但却是短暂的,而且没有什么长远的影响。 然而,在我们人生所遇到的许多考验和困难是很严重的,而且看似有长远的影响。 我们每个人,在祈福无偿的人生中,都会有这样的遭遇。 许多正在聆听本次教友大会的人,此刻就正经历着一些最重大的考验。 我们很能体会约瑟先知招人诬陷,在利伯迪,像潘培教会长所说,在利伯迪监狱关了好几个月后,向神祈祷时的心情。 神啊,您在哪里? 这盖您藏生出的天幕在哪里? 主的答复给了他安慰。 我的孩子,愿你的灵魂平安,你的逆境和你的苦难,不过是片刻。 然后,如果你好好持守,神必提升您到高处,你必胜过你所有的仇敌。 福音的复兴让我们看清楚一个非常必要的教义,那就是万事必须有对立,才能成就正义。 人生并非世事平顺,这种不平顺乃是天意,因为今生就是受试炼和验证的时期。 我们在亚伯罗汉书读道,我们要真借此验证他们,看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他们的神,命令他们的所有事情。 海勒里长老教导说,有时候,对我们最好的,最能够带来有恒仇赏的事,在当时却是最难熬的,而被禁止的事,通常也是最诱人的。 在《双层记》这本小说里说,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道,这是最美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 经文清楚教导说,每个世代都有它最好和最糟糕的时候,我们都在善与恶,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的冲突和对比中挣扎。 尼尼尼·麦斯维长老解释道,在短暂的今生结束之前,体验人生的治苦与治乐,这两个尖锐并列的对照,实属必要。 我们从教义中知道,邪不胜正,凡悔改又圣化自己的人,一定会被赐予永生。 差不多就在迪根斯写这本小说的同一个年代,在美国西部山林间肯荒的早期圣徒之间,也发生了许多英勇的事迹。 虽然圣徒们都有共同的信念,但他们还是经历了许多苦难,并对撤离纳斧怀有非常不同的期待。 有些人乐观以待,有些人则关心,担心挂虑。 海伦·惠尼和巴士巴·斯密是两个最好的例子。 他们都各自写出内心的感受,留下令人深刻的记录。 惠尼姐妹写下她在离开那府时的期望。 我要把所有的小丝带、领巾和蕾丝都收好了。 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买不到这些东西。 我们要离开这里,到洛杉矶山脉的另一边去住。 那是没有人要去的地方。 我们之中不会再有贫富的差别,只会有诚实和高尚的人。 惠尼姐妹在治理行间,反映出的是一种理想的乐观看法。 巴士巴·斯密姐妹所记录的感受虽然也充满信心,但是明显地有一些惶恐。 她看过暴徒们武装对付米苏里州圣徒的情形,使徒大卫陪谈过世时,她也在场。 当她面临要撤离那府的情况时,她写道, 我在那个心爱的地方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房间整理好,把地板扫干净,并把扫帚放回门后面平常摆放的位置。 然后,我摆肝交集地轻轻地把门关上,转身面对一个不可知的未来。 我用对神的信心来面对这样的未来。 我确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在西部建立起福音和其真实而永恒的原则。 这份确信不会比我在米苏里州那苦难之地所感受的来得少。 这两位后期圣徒先驱者妇女一生都在福音里保持忠信,为建立西安而贡献良多。 之后,她们还遭遇到许多其他的考验和困难,但都忠信地熬过了。 尽管惠妮姐妹很乐观,但是她的前三个孩子都在出生前后夭折。 其中两个是在她从纳府长舌跋涉前往沿湖城的路上。 惠妮姐妹的写作护卫了我们的信仰,造福了我们。 她也是十二使徒,奥森惠妮的母亲。 斯密姐妹记载了圣徒们西迁时,一路遭遇的贫穷、疾病和匮乏。 她的母亲在1847年3月过世,一个月之后,她第二个儿子约翰出生。 她只用很短的篇幅来谈这件事。 她是我最后一个孩子,只活了四个小时。 她后来成为盐湖城圣殿的女监护,也担任过总会妇女会的第四任会长。 早期圣徒们所遭遇的苦难令我们深受感动。 1856年2月,白汉阳用带点忧惑的口气谈到他们所受的苦难。 他说,对于过苦日子,我有些话要说。 你们都知道,我告诉过你们,如果有些人怕会饿死,就让他们走,让他们去一个复苏的地方。 在我们把最后一头驴子从头到尾吃光以前,我一点都不会觉得我们会饿到,也不怕我们会饿死。 他继续又说,有很多人现在找不到工作,但是马上就要春更了。 我们受苦的日子不多了。 就算是受点苦,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可与昔日相比,只是方式或有不同。 最近的经济危机在全球都引起了严重的关切。 失业和财务问题屡见不鲜。 有许多人面临身体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挑战。 有些人有婚姻的问题,或有子女不听话的问题。 有些人失去了亲人,毒瘾或其他不当或有害的恶习叫人心痛。 不管考验的来源是什么,都为当事人和那些爱他们的人带来莫大的痛苦和煎熬。 我们从经文中得知,有些考验对我们是好的,会让我们获得个人的成长。 我们知道,上天降雨给义人,也降给不义的人。 但我们也知道,不见得每一朵我们所看到的云都会带来雨水。 虽然我们要承受各种挑战、考验和困难, 可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赎罪,这项安慰人心的教义,包括了阿玛所教导的证理, 那就是救主会承担我们的软弱,并且依照他人民的软弱来救助他们。 经文和近代先知们都说得很清楚,会有荒年,也会有丰年。 主席我们为即将来到的许多挑战做好准备。 他呼吁我们说,你们若准备好,你们就不会害怕。 许多年前,我在穿越群山,遇到暴风雪时所受的煎熬, 一部分也是因为我没有为那场意外的突发事件做好准备。 经文带来的一大祝福是,他警告我们,要提防意料不到,却经常发生的挑战。 所以,我们最好还是为了这些挑战,做好准备才是。 有一种准备就是遵守诫命。 摩尔门经有许多地方都谈到人民获得允许,只要他们遵守诫命,就会在地上昌盛。 这项允许通常也带着警告,他们如果不遵守神的诫命,就会从神面前减除。 显然,有灵的祝福,有圣灵的帮助,正是我们在这地真正畅生和做好准备的基本要素。 虽然我们会遇到考验,但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仍然很富足。 如果我们不懂得感谢这些祝福,那就是真是不知感恩的人了。 尽管先驱者们经历的苦难那么明显,把黑暗会长还是谈到感恩的重要性。 他说,据我所知,除了不可饶恕的罪以外,没有比忘恩负义更大的罪了。 我们最该感激的应该是救主和祂的赎罪。 我们知道,许多收听本次教友大会的人,正在遭遇到的考验和苦难。 他们向我们的天父呼求的时候,内心隐含的感觉就是, 希望您知道,我正在经历着千辛万苦。 我想告诉各位,犹他州格兰·茨尔·茨维一位名叫艾伦·叶茨姐妹的真实故事。 十年前的十月初,他和他的先生李昂文别,目送他去掩护城上班。 谁知道,这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先生。 他先生和一位二十岁的年轻人迎头相撞,这个年轻人上班迟了。 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所以他想超越一辆时速较慢的汽车。 结果和李昂转个正着,两人都当场死亡。 叶茨姐妹说,当两位深表同行的高速公路警察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时候, 他见经不已,而且痛彻心扉。 他写道,我试着向前看,可是我看到的是黑暗和痛苦。 他先生最好的朋友正巧是另外那位年轻人的主教。 这位主教打电话给叶茨姐妹,告诉他那位年轻的母亲, 求连维尔默,想跟他谈一谈。 他回忆道,我吃了一斤,因为我太专注在我自己的哀伤和痛苦上了, 根本没有想到那位年轻人和他的家人。 我突然明白了,这里还有一位母亲,她和我一样痛苦,甚至比我还更痛苦。 于是我爽快地答应见面。 威尔默弟兄和姐妹来到他家, 他们很难过地表示自己的儿子应对李昂的死负起全责, 并且送给他一张救主抱着小女孩的图片。 叶茨姐妹说,在日子最难过的时候,我会看着这张图片, 想起基督认识我这个人。 他知道我的寂寞和我的考验。 有一节经文安慰了叶茨姐妹,就是, 因此,放心吧,不要害怕, 因为我,主,与你们同在,会站在你的身边。 每年的十月, 叶茨姐妹和威尔默姐妹, 今天这两位姐妹都坐在这会议中心里面, 会一起到圣殿去, 感谢基督所罪的赎罪, 感谢救恩计划, 感谢永恒的家庭, 感谢那在帷幕两边, 都将夫妻和家庭印证在一起的圣约。 叶茨姐妹的结论是, 我在这个考验中, 体会到我的天父和我的救主无限的大爱, 远超过我以前所感觉到的。 她见证说, 没有什么悲伤、痛苦或疾病 是基督的赎罪和基督的爱所不能医治的。 这两位姐妹展现的爱和宽恕 是多么美好的榜样啊。 他们让耶稣基督的赎罪 在生活中发挥了功效。 想想克西玛尼园里的救主 在赎罪时期所承受的痛苦, 那种苦痛大到让他每一个毛孔都流血。 他呼求天父, 他叫阿爸。 这可以解释为一个极度痛苦的儿子在呼求他的父亲说, 我父啊,倘若可行, 求您叫这杯离开我。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您的意思。 我见证, 耶稣基督的赎罪能涵盖每个人在今生所经历的一切考验和苦难。 当我们想说, 希望您知道, 我经历了千辛万苦的时候,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他就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在他慈爱的怀抱中会很安全。 我们亲爱的先知, 多玛蒙孙会长在今年八月过生日的时候被问到, 全世界的教友能给他最好的生日礼物是什么。 他毫不犹豫地说, 去找一个遭遇痛苦的人, 为他们做点事。 我和各位一样, 永远感谢耶稣基督, 这位世人的拯救者。 我见证, 他是这世界的救主和救赎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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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